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学习进阶算法应用课程内容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和上一整个一章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深度学习神经网络里面的 关于这个gradient descent以及参数调节 还有我们如何初始化权重和这个bias 等一个整个章节给大家介绍完毕了 那么我们就对这个神经网络中的核心算法 以及关于参数调整 还有改进算法方面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了解 尤其上一节课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神经网络中的这个参数选择的一些技巧 那么这节课开始呢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在神经网络它的层数变深了以后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层数比以前多很多的情况下 变成了一个深度的神经网络的时候呢 我们这时候训练跟以前有什么不同 然后这是我们会遇到什么难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的这个例子 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些例子 我们使用的其实都是一个总共只有三层的神经网络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第一层是输入层 第二层是隐藏层 第三层输出层 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一个隐藏层是吧 那我们之前给大家教了各种版本的实现 以及这个里面的参数如何调节和各种改进的方法 那么我们用了简单的这样一个三层神经网络嘛 训练这个手写数字的识别 这个Minist Dataset 我们就达到了这个98%的这样一个accuracy啊 一个准确度 那我们这节课来讨论一下 我们如果扩展这个更深层的神经网络啊 把这个网网神经网络变得层数更多以后呢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影响 以及有什么困难 我们怎么克服 好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叫深度学习呢 这个课呢 也就是说我们以前这个神经 Neural Network神经网络这样一个学科其实早就有了 是吧 但是呢 它一直的表现的不是非常的好 也就是近十几年呢 比如说像Jeff Hinton这种大神经的人物 他这个几十年来都一直在研究这个神经网络啊 但是随着这个后来呢 我们的这个运算速度的提高 数据量的增大 以及后来近些年的研究 在这个扩展神经网络 也就是给他加了很多层之后 他变得层数更多了 随之很多别的因素的影响 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运算速度增快 GPU运算 这个有标签的这个数据量的增加 以及很多学者在里面进行了很多研究之后呢 终于产生了突破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个深度得名而来 就是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这个比较浅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比较比作比较浅的神经网络的话 我们在他的基础上添加了许多许多层 那么这个网络结构变深了是吧 一个是他的层数变多了 还有一个就是在每层上的神经元总数也变多了 这样呢 我们就把它得名而来 它叫深度深度学习是吧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之前这个例子上 我们只用了 一直我们举的例子都是有一个隐藏层 那么我们这个图呢 就给大家表现了一个比较深层的神经网络 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输入层和之前一样是吧 还是有输出层 这两层肯定是必须要有的 但是现在呢 我们以前是只有一个隐藏层 但是这个神经网络我们看到 我们现在全带至一个隐藏层 我们现在有三个这个hidden layer 就是三个隐藏层是吧 分别叫做一二三 所以呢 我们这个神经网络总共呢 如果加上输出层的话呢 有五层 那么这就是一个更深层的神经网络啊 那这个更深层的神经网络中 有什么有何它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在这个这门课的第一节课 就给大家介绍 这个更深层的神经网络 它有很多好处 就是说首先呢 它可以把图像从最原始的这个像素级啊 如果在图像领域的话 就是说它把图像从我们的这个输入层的 最原始的像素级 不断学习一层一层学到更抽象 更高级的一种概念 就举个例子 比如在图像中呢 我们输入层是像素是吧 所有的像素每个像素对应一个神经元 那么我们第一层呢 可能学到的是一些边角的这个特征 一些图像的边缘呀 一些角这样 那在第二层呢 可能我们逐渐就学到一些基本的形状 比如三角形呀 圆形呀 一些菱形呀 这样一些简单的形状 那么这个在这个第三层呢 我们可能学到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比如说一个物体呀 是一个桌子呀 还是一个人脸呀 什么这样 然后呢 我们输出 也就是说 我们深度学习 它变得更加的强大 是因为我们层数更多以后呢 我们可以学得更加细致 也就是说 在每一层呢 学到不同层面的这种抽象程度啊 这也就是说近些年来 在这个深度学习上取得的突破 主要是因为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 我们的网络变身了以后 结合大数据 GPU的应用和里面 我们一些网络具体调节的问题 在这个很多 这个应用上取得了非常大的突破 尤其是对这个图像识别方面啊 所以呢 我们这节课就跟大家来细节的讨论一下 我们如何来训练这个神经 深度的神经网络呢 也就是说 之前我们跟大家花了很多时间 讲了神经网络的核心内容 是吧 它的这个gradient descent 神经这个贴度下降算法 还有这个网络里面的调节 还有我们如何来进行不同的 regulation来这个减少overfitting 那么我们再想一下 就当我们这个网络结构加深了以后呢 是不是很多事情就发生变化了 比如说我们训练的这个过程还是不是一样 它会出现什么问题 是吧 我们就来详细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好 那我们 首先要跟大家讲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结论抛出来 后面我们跟大家讲这个原因是怎么 怎么回事啊 这个 在我们这个神经网络变深了以后呢 它有一个 主要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难点 就是说 这个神经网络 它的不同层啊 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输入层到 第一层隐藏层第二层隐藏层第三层隐藏层 它们的学习率会显然会显出的不同 也就是说接近输入层的前几层 比较浅层的这些神经网络 在神经园上 它们的学习率 也就是它们更新这个 Bias偏向的时候呢 它会 比较小 也就是学的比较慢 学习率比较低 逐渐呢 在往深的走 接近这个输出层的时候呢 它这些层上的学习率 也就是更新这个Bias 速度会比较快啊 这是一个 它们之间的差别非常非常大 这是一个难点 在我们神经网络 层数变多了以后 遇到了一个问题 那下面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是怎么发生的啊 它有什么 我们把它叫这个问题名字叫做 英文叫做vanishing gradient problem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消失的gradient的问题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消失的gradient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 还是之前的数据集 我们导入这个数据啊 minis dataset导入这个 把它load进来 然后我们分成这个训练集 验证集和这个测试集是吧 然后呢 我们还是用上一节课实现 给大家讲过实现过的这个类 叫做network2是吧 我们初始化一个神经网络 我们这个是之前的这样一个结构 是吧还是一个浅层的 就是说我们输入层784个神经元 对应每一个神经元代表一个像素 然后呢中间层也就是隐藏层 我们有30个神经元 然后这个输出层呢 我们有这个一共10个神经元 是吧分别代表这个10个 这个类从0到9的10个分类 好 然后我们来用这个片这个随机的 t数下降算法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方法来训练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导入这个training data 训练集 然后我们有这个输入层有30个 这个我们有这个mini batch的方法是吧 然后呢我们这个跑跑的轮数epcurs 这个多少轮我们训练30轮 然后呢我们这个mini batch的size是10 然后我们这个学习率 ETA是0.1 我们的这个lambda就是regalization的时候用的这个 regalization的parameter lambda是5.0是吧 然后我们训练的时候让这个validation 就是验证集等于我们来用来评估 然后呢我们让这个monitor evaluation accuracy 这个flag 这个大等于真值也就是说我们要监控每一轮 学完以后我们的这个在evaluation data set 上面的一个准确率是吧 好 那我们这个例子之前已经跟大家跑过了 我们的结果是得到了96.48%的准确率 但是这个呢因人而异 就是每一台计算机上 如果你再跑一遍的话 它的这个结果呢可能会稍有不同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初始化的这个权重和偏向的时候 我们是用这个随机的方法来初始化的 所以我们每次跑的时候 或者我们在不同的机器上跑的时候 它最终的这个30轮之后的结果 最好的结果呢它稍有出入啊 有些小的不同 也不是说每一次跑下来我们都等于96.48 可能有的时候等于96.4级 42有的时候等于96.5级 所以基本上约等于这个结果是吧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假设啊我们做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加入一个隐藏层 就之前我们不是一直只有一个隐藏层吗 我们现在加入一个隐藏层 所以我们总共有两个隐藏层 我们总共是你网络有四个层 是吧我们看到通过这个构造函数 我们就加入了一个隐藏层 是吧之前我们一直是 我们之前一直是这个78 现在84是吧 然后30和这个10一共就三层 现在我们又加了一个30是吧 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四层一共 有两个隐藏层 每个隐藏层上他们有30个神经元是吧 这是我们初始化我们实力化的这个 这个神经网络的结构 那么我们这个参数 假设完全跟上一次一样 我们来训练一下 这样以后训练的结果呢 得到的是96.9% 那我们看到跟之前有三层的时候 总共有三层 有一个隐藏层的时候比较的 我们现在的结果有提高是吧 我们之前是96.48 现在提高提高到96.9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把神经网络加了一层 加了一个隐藏层 变成总层数有四层的时候呢 我们得到了更好的效果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不错是吧 看起来确实我们在这个 让他神经网络变深更深以后呢 我们的这个学习效果 最后的精确度果然变高了 好那我们可能非常兴奋 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再加一个隐藏层 是吧 我们现在我们之前有两个隐藏层 总共有四层 我们现在假设我们再加一层 加上五到五层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一共神经网络有五层 然后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隐藏层有三层 是吧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用同样的参数 再来训练一遍 我们看一下结果怎么样 可能我们想到也可能会更高 是吧 我们层越多越好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这回我们得到结果是96.57% 这个值反而比之前的96.9%下降了一些 是吧 比虽然比第一次稍微高了一点 但是并不是证明我们的层数 越多就越好 因为我们现在加到四层 从四层加到五层之后 并没有刚才四层的时候 这个精确度高 所以我们的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加入了一层 这个神经网络 反而降低了准确率呢 那么这样就签到一个 比较深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 刚才提到的这个叫vanishing 叫消失的这个gradient的 这样一个现象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知道这个神经 我们训练的这个bias和weight 他每次更新的时候 都是他以前的值减去一个 学习率乘以他这个偏导数是吧 对于这个就是这个cost function cost函数 对于这个bias的偏导数是吧 求出来这个偏导数之后呢 我们再用本身的bias减去他 乘以这个学习率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学习的速率 它的效率决定于什么呢 决定于就是每次 我们求出来这个偏导数 它的大小是多少是吧 如果大的话 我们就每次更新的就量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学习比较快 如果这个偏导数比较小呢 我们就得到这个学习的这个 学习率比较低是吧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 下面这个图像呢 是我们写了一个程序 以后呢 来这个 画出的这个图像啊 画出这个图像是什么呢 是 这个 我们 左边这些神经元呢 代表 什么东西呢 代表了 这个 我们对 这个 求偏导 我们看到这个橘黄色的这个小小格啊 小格呢 是 这个 我们求的这个偏导 它的 这个 越长的就是往下就是 负往上就是正 就是说我们越长的话呢 就证明 我们 这个偏导数也大了 也就是我们用这个条形状的长度来代表它偏导数这个cost function相对于bias的一个一个变化率啊 那越长的话就证明我们变化率越高 如果越短的话就证明这个变化率越低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再把这个图画出来之后我们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也就是说 我们 左边呢 我们现在这个神经网络假设我们就 不看这个输入层 我们就看这个 中间这个 只有一个这个隐藏层和另外一个隐藏层 两个隐藏层就是隐藏层一和隐藏层二 那我们看到这两个图之间我们来对比一下 大家来花些时间来看一下 这个每两两个之间它这个橙色这个条形状的长度的变化 同学们自己观察一下每一行看他们的长度变化有什么规律 稍微给点时间你们看一下这个规律啊 对 有同学可能发现了说我们这个每一个隐藏层 它在 左边这个第一次隐藏层上 它的值基本上都小于右边的值是吧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规律 也就是说 我们左边的你看这个很小的很低的一段啊 和右边这个很高的一段 我们看到右边这个长很多是吧 比左边长很多 我们再观察下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第五个 每个都是这样是吧 所以呢我们发现 我们发现这个每一层 我们看到这个第三个神经 神经源到这个下面隐藏层 我们也是会增大一些是吧 所以我们比较来看的 翻一个规律就是说 我们看到第一层学习的这个速率 远远低于第二层学习的速率是吧 因为每一个对应的这个这个黄色这个小条形状的柱子都比右边要小很多 那么我们就从这个现象上先看到它的表现啊 我们现在从理论上来推一下 就是来验证一下 是不是这样一个问题 好 那我们来回忆一下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个 对于cost function呢 我们如果对这个每一个神经源上 对它这个对应的这个bias偏向求偏导 这个L就属于在L层是吧 求偏导以后我们给它设定了一个量 叫做这个delta就是我们的arrow是吧 这个delta呢 我们知道通过它来代表这个学习速率 可以描述一个学习速率是吧 因为我们每次更新的时候 基本上是这个delta为标准的 也就是说求出来这个delta的长度之后呢 我们来给它求这个 他这个每一层是吧 对于每一层 每一个神经源我们都可以算出来一个delta 然后我们对于delta这个向量 也就是说这个 比如说delta1呢 就表示这个第一层上的这个向量是吧 对它的向量求它的长度 也就是说 每一个值的平方和是吧 在开根号 把这个向量先对每一个值 求根据这个公式是吧 我们求出来偏导之后 然后我们根据整个这一层的向量 求它的长度 它的差的长度就代表了一个平均来讲 这一层它的学习率怎么样是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求这个啊 就是说我们假设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后面给大家来详细介绍如何来求 也就是说在上面这个图中呢 我们这是第一层是吧 这是第一层 这是第二层 我们这个第一层呢 我们求出来这个长度呢 也就是它的学习率呢 只有这个0.07啊 然后呢 我们第二层 这个长度呢 达到了0.31 也就是说我们 看他们俩之间差别非常大 是吧 差了基本上快五倍差不多 那这就是验证了我们这样一个说法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现在 再增加一层 刚才我们就是说是在这个四层是吧 神经网络中 我们在五层的神经网络中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学习率 就是说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差别只是静态的 就是我们刚开始初始化以后 他们学习率的差别 那其实在我们这个神经网络训练的过程中 随着一轮一轮这个APC的更新的话呢 我们学习率随时在变化是吧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在一个例子中 也就是说 当我们有这个五层的神经网络中 神经网络啊 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五层的神经网络 我们的这个神经网络 他的这个神经元个数分别是 刚才跟我们刚才讲的例子一样是 784 然后 30 30 30 和10是吧 然后我们学习速率 其实算出来以后呢 这三个隐藏层 他的学习速率分别是 0.012 0.06 和0.28 我们看一下 是吧 越往后 他的学习率比之前要高很多 而且不是高一点点 都是乘一个很多倍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是随着这个APC 这只是一个初始的最开始的学习速率 是吧 假如说我们看一个动态的就是说 随着我们训练的过程中 他不同的层 他的学习率的变化 随着这个APC增加的时候 学习率的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他就表示这样一个含义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图呢 我们有一张一千张图片作为训练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蓝线呢 代表的是 我们第一层 隐藏层 也就是紧接着输入层这一层 他的这个学习率的这样一个变化 我们看到最开始的时候 这是大家注意啊 这个是一个十多少次方 它是一个logskill 它不是说是0点几到0点几 他们之间的差是按log来算的 也就是说 从1到0.1到0.01到0.001 所以这个之间差别是非常大的 它是一个指数级的变化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蓝线也就是说 第一个隐藏层 是吧 开始的时候 他大概在这个0.1和0.01之间这样一个值 然后呢 随着我们这个学习的增加 学习的这个轮 轮数一遍一遍的增加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它的值 也就是我们蓝蓝线啊 得到了这个 学习率它逐渐下降到0.001 是吧 但是我们这个黄线代表是下一层 就是我们的第二层的这个隐藏层 它的这个学习率总是比这个蓝线要高一些 是吧 而且我们看到随着这个层数变得越来越多 sorry 随着我们这个epicurs 就是我们轮数 学习一轮一轮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 学习轮数增加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在最后呢 到500轮的时候 我们这个黄线啊 达到了就是我们第二层的这个学习率达到了这个0.01 是吧差不多 然后这个呢 还差的很多 这个第一层只是在这个0.01和0.01中间 所以看到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差值 也是随着我们训练轮数的增加的时候 它会差的越来越多 好 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一个更深层的学习网络 就是我们有三个隐藏层是吧 除了输入和输出 我们有三个隐藏层 那三个隐藏层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变化啊 我们看他们的变化趋势是类似的 但是他们绝对值之间差的非常大是吧 这个蓝线是最内层 也就是偏向输入层的这个 第一个隐藏层 黄线是第二个隐藏层 红线第三个隐藏层 我们看到他们开始这个下降 后来慢慢变得比较平缓 但是在最后结果上来看呢 我们在五百轮训练完之后呢 这个蓝层蓝色的条线 也就是第一层的隐藏层呢 它的这个 学习率呢 是达到了这个0.0001是吧 10的负四四方 但是这个红线呢 也就是说我们第三层隐藏层呢 它的学习率基本上处于这个 0.01是吧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之间要差这个 10倍差不多是吧 那我们再来加一层看一下结果 就我们现在有6层总共 我们四个隐藏层 我们看他们的进一步区别是吧 所以我们现在又加一条绿线 我们看一下这个绿线 是我们最后一个隐藏层 也就是偏靠近输出层的这一层是吧 那它的这个 学习率达到多少呢 是10的负三次方 但是我们最内层的这个第一层 第一个隐藏层呢 它这个蓝线呢 在这个10的负五次方这块是吧 它们之间差了基本上100倍 也就是说它们的更新速度要差100倍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也就是说第一次隐藏层 比第四个隐藏层几乎要慢100倍 那么这种现象呢 在这个神经网络中 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我们把这种现象呢 叫做vanishing gradient problem 这什么叫vanishing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看一下这个神经网络结构 是吧 就是说我们从外层到内层 我们其实这个更学习的速度是不断不断减慢的 而且是以指数级减慢的 是几乎是乘以10这样一个速率减慢的 所以这样有个问题 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外层学的很快的时候 它的内层其实就逐渐减的非常非常慢了 这个现象我们把它叫做这个vanishing gradient problem 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呢 这是其中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我们内层的梯度被外层比外层大很多 就是反过来 我们这个外层呢 学习率一般 但是越往内越大是另外一种情况 一会我们大家会给大家解释为什么 就是说这层学习率 比如说是0.5吧 它忽然变成了5 它忽然变成50 所以呢 这也是一种情况 那我们把这种叫什么 叫Exploding Explode 这个词在英文中指的是爆炸式 是吧 那就跟刚才那个情况相反 刚才那个是vanishing 就是逐渐消失 逐渐减小的意思 我们现在把这个 如果是从最外层往最内层更新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它这个学习率是不但增大的 那它就是 我们把它叫Exploding 就是爆炸式的一个增长 梯度下降 之前这个叫消失的梯度下降 是吧 好 所以呢 说神经网络算法呢 它对gradient这种算法 它存在不稳定性 也就是说它每一层之间 这个学习率更新 随着层数的变化 它更新的太大了 所以呢 嗯 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是吧 我们解决这个是vanishing gradient problem 我们怎么来解决的 我们先看一个例子啊 首先我们要理解 从这个理论上来讲 它是怎么来形成的 因为刚才我们只是给大家 借了一下一些实际的这个数字的例子 是吧 那我们才从理论上来推一下 看它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 好 我们设一种最简单的情况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神经网络 我们呢 有输入层 然后我们到第一个隐藏层 第二个隐藏层 第三个 然后我们第四个 然后到输出是吧 一个cost 然后我们当然每个连线上有一个这个weight 就是我们的这个权重 然后在apply这个 在这个应用这个sigma的方式之后 我们有一个对应的每一个神经元有一个bias 有个偏向是吧 也就是说前面的值通过加权求和之后 然后那个我们要加上这个偏向 然后我们再这个应用这个sigma的function 得到下一个神经元的值 是吧 这是我们一直使用的这个方法 那么我们回忆一下我们的公式 也就是说 首先呢 我们有一个加权求和的公式 是吧 我们算出来这个中间变量 就是对于每一个值 它本身的a值是吧 就是它的activation的值 我们乘以它的这个 和下一层之间连线的这个权重 然后我们再加上这个b 是吧 b值 加上之后呢 我们对就得到了这个z是吧 就是我们中间量 然后我们对z来去应用这个sigma的function 函数来进行计算 计算得到的值就是下一层的值 是吧 好的 那么我们根据这样的方法呢 就可以一步一步来更新是吧 这就是我们之前所应用的这个 所应用的这个神经网络是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如何来得到这个偏导是吧 因为我们说我们更新的这个速度快慢 它的表达式就是根据这个cost function 对这个b1是吧 我们的偏向求偏导数得到了 那我们先告诉大家一个结果 然后我们下面会给大家来演示 我们如何推到这个结论的是吧 我们推到这个结论呢 是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首先求偏导告诉大家这个得到的公式是这样一个公式啊 就是说我们用的模型还是之前这个模型 是我们有一个输出层 然后我们有一个b1b2 还有b3 然后呢我们得到这个b4之后我们得到这个输出 但是我们给大家讲的我们得到的这个表达式呢 最后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我们 这个首先呢 是对z1就是这个中间变量 从第一层出来这个中间变量 对它求这个导数是吧 然后呢乘以这个权重 然后我们再乘以这个z2 是吧 第二层它对应的这个中间变量 对它这个求sigmoid function的导数 然后再乘以w3 再乘以这个z3的导数 再乘以w4 再乘以这个z4的对这个sigmoid的导数 最后我们乘以这个cost function 对于最后一个神经元 也就是a4的一个偏导 得到这样一个成绩啊 这样就是我们 由b1引起的就是说b1的变化 引起的这个cost function啊 对它cost function 对b1求偏导 它就等于这样一个式子 那我们来给大家推一个这个式子啊 这个式子是怎么样来推的 就是说我们对b1的一个小变化 引起c的变化啊 约等于这样是吧 就是说我们如果对b1求偏导的话 那就是说c的这个变化量 除以这个b1的变化量 那么如何引起b1的变化呢 b1的变化是因为a1引起的是吧 就是说啊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式 就是我们a1就是我们第一层的这个activation的值 是吧 它是怎么来的呢 它是这个sigmoid function 是吧 我们把这个中间变量z1带进去 也就是说z1不是等于w1 就是我们 第零层和第一层之间的这个 就输入层和第一层之间这个 这个连接的这个权重 加上这个b1是吧 这是我们的这个z 让我们对它求这个sigmoid function 求出来的值呢 就等于a1是吧 就等于第一个神经元上的这个a1值 那么呢我们z1的变化量怎么来衡量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z1的变化量是不是应该等于我们 这个对a1就是吧 然后a1呢 对这个b1求偏导 然后再乘以一个b1的小变化量 是吧 这样可以根据这个极限和偏导的定义的话 我们它就它就等于这个a1的变化量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前面这一部分呢 是不是刚好等于 上面这个式子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说 我们对这个sigma里面的这个w1乘以a0加上b1 对sigma实行这个 对它进行这个sigmoid function 然后对b1求偏导呢 刚好就等于这个 以z1为参数对sigmoid function求导数 是不是刚好等于这样一个值 那么乘以剩下的这个b1的变化量 是吧 因为我们看到是吧 我们之前这个z1 它的式子不是等于这样一个式子吗 那我们想一下这个式子啊 我们对b1求偏导 是不是剩下来就是一个 我们得到的这个偏导数 是不是刚好就是等于sigmoid function 对于z1求偏导 是吧 是一个道理 因为 这个w1加a0加b1 它就等于这个z1是吧 所以呢 也就是说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公式 然后我们这个公式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a1的变化呢 它又引起了这个z2的变化 是吧 我们神经网络是正向一步一步更新的 那么具体的公式呢 当然就是z2 就等于第二个权重是吧 乘以这个a1 前面这个神经元的值 再加上b2 第二个神经元对应的这个偏向 我们得到z2是吧 那么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定一下这个z2的变化是吧 它就也等于z2对 因为a1引起的变化 所以就是z2对a1求偏导 然后乘以a1的这个小的变化量 是吧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前面这一部分呢 刚好等于这个w2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是吧 因为z不是等于 z2不是等于这个式子吗 那我们就是这个式子对a1求偏导 b2等于说常数就成0了 然后我们w2乘以a1对a1求偏导 刚好就等于w2 是不是 所以呢我们算出来这个w2 然后我们乘以这个a1的变化量 是吧 然后我们来现在对比一下啊 我们这个z2的变化量不是等于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对不对 底下这一部分 底下这一部分 那么我们的这个w2呢 乘以这个delta a1 这个delta a1不是就等于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把delta a1带到这个式子里面 是不是刚好就等于w2乘以这个sigma z1的导数 再乘以delta b1 所以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公式对吧 就是把delta a1套到带入这个式子里面 就得到了z2的变化量就等于这样一个公式 也等于这样一个式子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样一个式子就有点像我们之前给大家告诉这个表达式的这样一个表达方式了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 那到这个式子之后呢 我们根据上面的这个规律我们也可以推出来z3是吧 z3的值 z4的值 那它的规律是什么 其实就是z2它不是等于z1sigma求导数乘以w2是吧 再乘以delta b1 那我们当这个z3的时候 是不是给它后面还要乘以这个z2的sigma导数 再乘以w3是吧 然后在后面再乘以b的变化 所以呢我们如果是到4一直到输出层的话 我们得到最终的式子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的这个delta c是吧 我们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前面的这个 z1对sigma求导数乘以w2 乘以个z2对w去导数一直乘成乘是吧 乘到这个sigma对这个z4sigma导数 然后我们再乘以本身这个cost function 它对于a4的偏导 然后再乘一个delta b1 也就是说我们根据这个公式一直往下写 等于说到4层的时候我们不是得到这样一个公式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要求最后一层的变化 也就是说输出层对于这个cost function的影响的话 是不是刚好对它就有偏导 然后再乘以b就完了 那就是我们最后得到的一个公式是吧 我们就是根据这个规律推来的 因为delta b1在这儿 然后我们到几的时候就乘以多少个sigma和w2的这样一个乘积 然后我们最后一个变化是由这个a4引起的 就是输出层的这个activation值引起的就是说乘以cost function对于a4的偏导数 好吧 那么得到这样一个函数之后呢 我们给这个式子两边同时除以一个delta b1 是吧所以这边这个delta b就没有了 然后我们左边是这个c的变化除以delta b的变化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公式是吧 我们看到这就证明了我们之前的这个公式是吧 我们之前给大家写的这个式子 就是cost function对于对b的变化等于这一串乘起来 最后再乘以cost function对于a4的变化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式子来推出推理出来了是吧 推出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值到底是就是说等于说是我们变化率的关系是吧 这个这是第四层它的学习学习率 那么这是第一层它的学习率那他们之间要乘以这么多数 乘以主要是两类东西一类是这个sigma sigma function它的导数还有一类就是权重是吧 只不过对于每一层我们把它全连乘起来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sigma function sigma function它的导数的图像是什么样子是吧 我们对这个sigma function它本身的图像已经很了解了 它的导数的图像呢是这样一个图像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z值在从 负无穷到正无穷变化过程中呢 我们这个函数值就是它sigma function它的导数呢 它最高点是在0.25 它是在这个z等于0的时候发生的是吧 也就是说这个函数的最高点呢 它是等于四分之一 我们想也就是说这些sigma 你不管z等于多少 它最大才可能等于四分之一 而它肯定是小于等于四分之一的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按照我们平时随机正态分布 就是我们当时用这个weight随机正态分布产生的这个权重是吧 那大部分这个weight都是小于1的 也就是说大部分我们当weight等于1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w才有可能等于四分之一吧 我们大部分的w都是小于1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均值是0嘛 然后呢我们这个这个方差是1 所以我们所初始化的这个权重呢 它大部分是小于1的绝对值啊 小于1的 也就是说那我们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w权重乘以这个这个这个sigma function 它的这个这个导数的话呢 它是绝对值是小于四分之一的是吧 因为w如果等于1的话 乘以它这个sigma prime 它最多等于它的导数最多等于四分之一 那乘以一个比1小的数 是不是它要小于四分之一啊 它的绝对值 所以呢我们想一下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乘 每一组w乘以sigma prime 它都是小于四分之一的 然后我们有n个小于四分之一的分数乘起来 是不是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数啊 那就证明什么 证明我们在b1这层和第四层和第四层啊 和第一层我们这个学习率之间是好多好多个四分之一乘起来的 所以我们可想而知 它之间的差别是多大 是吧 这就印证我们之前的这个实验 就是说我们是以极数级的 就是以10倍10倍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速度 来从输入到输出层 我们这个学习率是不断增大的 也就是反过来说我们学习率是不断减小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对吧 我们刚才推出的公式比如说 对于这个b1的偏导 cost function对于b1的偏导不是等于这个表达式吧 然后呢我们假如说这个cost function对于b3的偏导 它等于这个表达式是吧 那它们两个之间的这部分是公共的都一样 也就是说它们的差别在哪 在这两部分是吧 它只乘一个z3的这个导数 那么它成了这样一串子 多成了一个像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两个像呢 它其实都是小于四分之一的 那我们想想如果等于四分之一的话 那四分之一乘以四分之一等于十六分之一的 那么它都是小于四分之一的 所以就为什么验证了 我们在这个b1和b3之间 它的这个这两层之间的这个学习率差别如此之大 就是因为我们sigma导数乘以w的值是非常小的 在每一层都要小四倍左右 所以呢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规律 好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就在这里 下一节课我们会跟大家来继续介绍 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